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3月16日称 美国与墨西哥接壤的边境正面临20年来最大规模的偷渡潮 美方驱逐了大多数单身成年非法移民和非法移民家庭 但不会驱逐无人陪伴的儿童 他说美政府正建设新的非法移民儿童收入设施 与墨西哥合作助其接收被美国驱逐的非法移民家庭 并针对避难申请者制定方案 而总统拜登也于当日喊话移民不要来美国 美国会参议院3月17日罕见以两党共识通过华裔戴琪的美国贸易代表人士任命 戴琪将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少数族裔女性贸易代表 也是拜登政府首位华裔阁员以及首位华裔贸易代表 亚特兰大市郊区一带按摩店等处16日下午接连发生枪击事件 造成包括数名亚裔受害者在内的8人死亡 嫌疑人已被警方拘留 尚未确认嫌疑人的犯罪动机 韩国外交部当地时间17日证实 竟确认该市发生的枪击事件8名遇难者中有4人为含义 美联储周三公布利率决议维持基准利率不变 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 美联储还大幅提高了对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期 但表示尽管前景改善且今年转向通胀 但预计到2023年都不会加息 鲍威尔重申美联储强烈承诺将实现通胀和就业目标 美联储收紧政策前参考实际的通胀率 而不是预期将超过2%的目标 在华部社区引起较大争议 由加州议员斯金纳提出的SB82号提案 3月16日在州参议会公共安全委员会以4比1投票通过 将前往拨款委员会继续讨论 该提案希望重新定义抢劫和盗窃的区别 设立一级小偷小魔罪 对于低于950美元的盗窃可能涉及武力或恐惧 但不造成严重身体伤害或涉及使用致命武器 将被处以最高一年的监禁和或1000美元的罚款 将不涉及武力或恐惧的小偷小魔归类为二级小偷小魔罪 可判处6个月以下监禁和或1000元的罚款 华部社区此前普遍担心 若抢劫中轻伤受害者 嫌犯最多只是受轻罪盗窃指控 这会纵容犯罪 第12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将于4月15日至24日在网上举办展期10天 本届广交会出口展按16大类商品设50个展区 进口展设6大题材 所有展区自开幕之日起同时上线 继续设立展商、展品展示、供应对接、跨境电商等板块 提供信息展示、及时沟通、预约洽谈、贸易配对、直播营销等服务